好那这个呢是小米刚刚发布的一个全新的路由器 是Home Wi-Fi三屏Wi-Fi6全屋路由器 这是一个新的款式 里面是一个套装有两台设备 出厂的都已经配对好了 插上键可以自动的去连接使用 通过Mesh回传 那我们刚好呢也搬了新的办公室 这个面积比较大 现在一个路由器呢已经没有办法完美的去覆盖每个角落了 所以呢今天开箱来看一台这个路由器 顺便呢插上这个网络来测一下 这个全屋覆盖的效果呢到底怎么样 那这个路由器呢它的配置还是比较高的 除了我们常规的这个用无线的网络或者有线的网络连接之外呢 它上面还有这个内置蓝牙Mesh网关 就是现在很多米家的设备呢 都会用这个蓝牙的这个Mesh网关去连接去配对 所以呢这些蓝牙Mesh的这个设备呢 也可以直接连到路由器上 然后通过路由器呢进行转接用手机来控制 那其次呢还有一个2.5G的高速的这个网口 那如果说你要连接家里的NAS的话呢 可能还会有更高的这个速度 那其次呢还有小米超联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碰碰联的这个功能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 那这一次的这个路由器呢 频段上会有一些升级啊 会有一个独立的专用的这个 5.8G的这个Mesh回传的这个讯道 所以呢在两个设备之间来回这个传讯号的时候呢 会更稳定速度也会更快 好吧我们直接打开来看看里面吧 我们通过这个照片来看 它是一个这个很扁的一个造型 两台设备啊直接不用组装就可以直接拿出来了 然后中间呢是它的各种的电源设备器和线了 然后还送了一条网线啊 直接可以这样拿出来 现在整个外观上来看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个后面的开口机身上总共有四个接口 上面三个呢是普通的千兆 底下这个呢四号口是一个2.5G的这个接口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主机和分机呢应该是没有区分的 两个重量呢包括接口外观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其中一台插到你家里的这个有线网络上面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两台设备之间呢也会自动连接 然后我们再看看顶部啊 因为这个机器呢周围是没有什么散热孔的 所以这个散热孔应该是从顶部和底部这两个啊 一个进风一个出风进行散热啊 然后这个顶部呢还有一个NFC的这个标识啊 上面提示说使用安卓手机碰一碰就可以连接WiFi了 那他现在说的是使用安卓手机 就是除了小米之外的其他手机 我不知道能不能连 待会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所以就比较简单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插上电插上网络来试一试 前面还有这个灯 这个灯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然后另外一台呢我们就先直接放在这啊 先连接测试一下 然后里面能搜到两个RB08645B和645C 这应该就是这两台设备了 我们连其中一台 现在默认是没有密码的 好连上以后自动会弹出这个小米路由器的设置页面啊 然后检测上网的网络 现在未检测到路口 那我那我现在连的可能是我旁边这台 因为我旁边这台是没有插网络的 所以我是不是要连另外一个 所以正常操作的话应该是先把其中一台连接好之后再插另外一台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好那这一台呢就没有问题了 连上之后呢会自动提醒我去设置WiFi的名字 那这个多屏合一的功能呢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2.4G和5G的频段会二合一 但是呢你如果说对于网络要求比较高的话呢 这个功能建议不要开启 因为它会干扰把它关掉 然后2.4G和5G呢分开设置 这样的话呢 你想要快速的网络就连接5G 这样会更稳定一些 好现在已经设置好了 等路由器重启啊 这边Tegman 2.4 就是刚才设置2.4的频段 Tegman 5.0就是5.0的频段 这个名字我随便搞的 我们现在连接上去 好现在进入到后台之后呢 能看到现在是两个路由器呢 已经自动连接起来了 我们看来路由器的状态灯 现在变成一个白色的状态灯 这就是正常工作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分开管理某一个 比如说我们按这个0的话呢 就管理的是刚才我们连的里面的一个主机 如果我们按这个 下面这个的话呢 连接的就是我旁边的这个主机 管理的密码呢都是一样的 我们进入到后台看一看 现在能看到它的连接的这个路径啊 这是我们的设备 然后这是我们连接的这个设备 现在正在进入后台的这个设备 这边还有一个主的路由器 然后如果说你进到主路由器的后台呢 它这面就不太一样了 你的设备从这连接 然后连接这个主的路由器 然后呢再通过有线网络 再连接到互联网 所以这样的一个界面 然后这边有常用设置啊 高级设置啊 会比刚才那个子的路由器呢 设置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下 路由器的这个速度 还有这个信号覆盖 和我们之前的这个单个路由器呢 有多大差别 好我们原来的这个单个路由器呢 暂时是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还没有好好的规划 是暂时放在这儿 我们先测一下离路由器比较近的情况下 它这个速度是多少 我们这是一个500兆的宽带 现在400 那这个测速呢 不太稳定啊 有的是300多 有的是400多 有的是500多 所以我们再去看看小柄的那个吧 然后现在我是通过一个有线的网络 和主路由器进行连接起来的 然后看一看速度是多少 当然这个肯定也是不太稳定的 现在是530 560 刚刚好像看到560了 然后再来看400多 最高408 所以这个测速呢 不太稳定 哪怕你离路由器这么近 所以我们直接离远一点 看一看这个离远了之后 这个效果应该会拉开一定的差距 首先我们来试一试二楼啊 因为这个地方是通过钢板来做的这个格层 所以这个信号遮挡的是比较厉害的 我们直接上二楼来看看 我先切到我原来的这个路由器 160 170 上不了200 然后关掉再来一次 直接再来一次 因为每次它会有一些浮动 好还是100多 上不了200 切换到这个小米的这个路由器 哎 这个好像稍微高一点啊 240 关掉再来一次 好像是220 240左右 那能上200 198 但是也能上200了 能感觉到是比 原来那个路由器的信号是稍好一点的 因为这底下是钢板的结构 还有水泥啊 所以它的信号遮挡是比较严重的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个NFC连接啊 这是小米手机 应该是可以直接连的 然后我通过这个地方触碰一下 上面会有一个弹窗 点击连接 而且它默认连的是5.0的这个频段 我们再来试一下其他的手机啊 那这个是iQOO的手机 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连 也会弹出来一个连接网络 然后点击连接 就完成了 你连接 这个是华为的折叠屏 鸿蒙系统 我们来看一看 也可以会弹出来这个连接的样式 然后再看它设置 连的是不是这个 正在获取IP地址 好连接成功 也可以用 所以这都是通用的 苹果就别想了 苹果碰没有用的 这样来了朋友 想要连接WiFi的话呢 直接碰一下就可以连接了 不需要再告诉他密码是多少 可能你告诉他密码 他也记不住 那比较麻烦 所以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买这个路由器的时候 还有一些权益 我也给大家看一看 有这个网速悠悠加速器 挣40天 汛油加速器挣90天 油邦邦加速器 剣111天 汽油连机宝加速器 送90天 全部加在一块的话呢 差不多已经一年了 三百多天了 所以对于经常玩游戏 也需要用的加速器的朋友呢 这是一个小福利 这些加速器一年的话呢 差不多也要一两百块钱吧 差不多 那如果说你家里的面积比较大 或者说有这个富士的楼层间隔的话呢 这个路由器 底下放一个 上面放一个 它会自动连接 然后信号覆盖的 也会直接全部的去把它搞定 所以接下来呢 我会把这个路由器呢 放在我们工作室日常使用 然后把它简单布置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平时使用的时候 再有其他有意思的点呢 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说大家还有别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吧 今天呢简单的开箱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